当地时间1月29日,香港警务处公布了香港2018年的整体治安情况。 2018年,香港整体治安持续改善,整体罪案数为54,225宗,较2017年下跌3.2%,为1974年以来新低。 而以每10万人口的罪案率统计,2018年为728宗,数字亦是自1970年以来新低,整体破案率为46.5%。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表示,香港整体作案率下降,社会治安环境良好,各类结案、盗窃案数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。 但诈骗、爬窃、勒索、虐儿及凶杀案件数量均有上升。 卢伟聪解释凶杀案数字在去年大幅上升的原因,主要是由于2018年2月大部公路巴士侧翻引致19人丧生的严重交通事故。 由于肇事司机被控误杀,因此该19宗案件被归类为凶杀案。 其余大部分案件由情侣、家人和亲属间的纠纷所引起,全年48宗凶杀案全部被侦破。 2018年,香港诈骗案共录得8372宗,较上年增长了1281宗,增长率达18.1%。 而如今,诈骗案往往以高科技为犯罪手段,加上跨境作案的执法难度较高。 警方表示,将不断与内地及海外相关机构加强联系,打击跨境诈骗的犯罪行为,并将开设社交媒体平台,为不同人群传播防诈骗及警队的信息。 大部分的骗案与社交媒体,或者是资讯科技应用都是有关,因此我们警队会以防罪宣传,加强执法,拦截骗款,加强网络安全等等的策略,去加强预防和打击骗案。 宣传教育是打击骗案最有效的策略之一。 为此,警队将进一步确阔和公众沟通的平台, 包括我们今天正式启用的警队微博,务求将防罪的讯息发送到使用不同社交媒体的市民手上。 对于2019年的工作,卢伟聪表示,虽然香港的治安情况良好,但警方不会自满。 面对不断改变的外在环境与罪案模式,警方会不断提升自我能力,应对挑战,改善服务,维持香港的安全稳定。